这个成本也很低 人员工资也不高 很多新来的观众也会有一些受到影响 有很多不太懂的人 最近被搞的有点多 说实话 其实也都一直一直有在搞 搞了只是最近挺多的 看了很多文章说我什么 这个消极说我什么混呢 说我什么骗人什么都有 特地写的我 我直播时长已经在整个平台打败了90% 他们写的是97号是多少 也没办法还是要黑 我开发一些新游戏 早上播下午也播说我混 对吧 开发一些PS 说我不认真 解说韩服给大家带来一些高端局的讲解 说我混日子 很烦 包括现在 我现在说这些话 马上你会发现弹幕也有人在说 也没有组织人来封这些人 你要是设这个发言马上又有文章又出来了 各种说我什么 不送钱就不给说话 难受 昨天对吧 想打打这个 钻石局建了个号 结果我每一次牌都是这个牌 对吧 好像排错了还是这么说 我是单排 说我灵活主牌 说我骗人骗者 我自己找人 借个串事号 然后打没打成 说我是骗者 说我欺骗粉丝上了粉丝的心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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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夸张了 我不是不理节奏 知道吧你我不是理节奏像这种我是从来不会理的 但是呢他不是要让我来给我看 他是给很多新来的观众看的 你知道吧很多你你进来了一看呦 哎说的是这样啊 因为我们很多不懂的人呢就一定会人云亦云 包括我在内也是一样 比如说我看球我不懂对吧 对吧我不我不知道哪个对强哪个对弱 然后我一看有个人写个帖子 哦哦这巴西多强啊 这个哦什么什么阿根廷 哦这次冠军 那你肯定就哦那你跟朋友吹牛逼哎这个可以啊 阿根廷很强什么什么的啊 或者哦冰倒冰倒多厉害多厉害 你肯定也是这样对吧 因为你不懂吗 你吹牛逼吗也就乱说说 然后自己肯定别人这么一讲那你也会信对吧 啊主要主要呢就是起到这个效果 因为就是这样在这个 浮躁的社会啊 信息已经不值钱了 现在网络的信息有很多是不 这个这个假信息了 太多假信息 太多不真实的东西了 这个背后的驱使的主要原因呢还是利益啊 两个字叫利益 从一个很高的角度来讲呢 他其实就是利益在作怪 没有利益也在不会做这些事的 懂吗 我的态度呢不是说 你说我你骂我啊 你为了利益或者怎么样做些东西我都可以理解 感谢李氏神魔念送上的飞机 我都可以理解 那你说我的人呢 你就说了哎 难道大家说你都是假的吗 也不是有的人他说呢 你就像我昨天说的你要去分析 别人说的对还是不对 说的对你要听 你为了不是别人为了是你自己 你懂吧啊 你说啊你这个人我说你啊 难道别人说你的都是假的吗 也不一定有的人他很客观 说一些事实 有的人他搞不清楚说一些东西对吧 他分析的对 那你想一想 这个人说我的这个问题存不存在 那存在那我就改 那改不是为了他 也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自己 对不对 因为你要让自己变得更完善 那每个人他有 你像我这个年纪我30多岁了 我有我的一个概念更理解 我的人生走到了30多年 哦我想是什么 我追求的是什么 对吧 我如何平衡家庭和观 和这个工作之间的关系 我如何在我现在这个阶段 去分析别人说的话 对我是有益还是有害 那包括我以后的规划 跟我的追求是什么 我都要考虑进去 对不对 你比如说假设 我现在每个月的直播时间 大概150多个小时 可以说是非常高 但你说啊你多好啊 啊为了观众什么的 我从来不说这个话 为了谁为了自己吗 你直播是为了别人吗 不是为了别人 你天天播很长时间 别人说哎呀 马老师你好辛苦啊 天天播这么久 你为了别人吗 你不为了别人 你为了自己啊 对吧 我从来不会这个说 哎呀你看我为了你们啊 我天天直播啊 你这废话 是吧 所以你说哎呀 真的有一天 比如说我现在我 一年两年三年以后 我一个月直播50个小时 那你会说哎呀 你开始偷懒了 你开始啊挣到钱了 就开始 我不我你怎么说 我都不会去去去觉得哎 因为我事先要想好 我到底我在人生这个阶段 我的事业跟我的家庭 哎我的家人我要做些什么事情 我都要去分析好 我不是今天一想啊明天我就 怎么样怎么样 我不可能的 我通过很长时间的一个一个 反正我说这个话不是说 意思说我不直播什么的啊 也不可能 我现在今天讲 我明天还是这样播 我只是跟你讲一下我以后的 我的一个人生在这个阶段的一些想法 跟你探讨一下 对吧 我不是20岁的我 我也不是十几岁的小孩 所以呢 我很多东西想的呢 都比较的多 也会想的比较的 就是要规划好 我规划好的东西 不会因为别人的几句话而就去动摇或者改变 对不对 那你是什么规划呢 对吧 你做的规划你 你不执行下去 那有什么用呢 想的再多对吧 啊 所以无论别人怎么说 无论别人怎么讲 我们只要去想是对还是不对 啊 完善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做的东西不是给别人看的 对不对 为什么今天说这些东西呢 首先第一个啊 现在正在选人没事干 我要说些话 第二个呢 最近有看到很多这种写我的文章 感谢协封1999送上了飞机 写我这些文章 你从一个高高的一个角度去分析 别人为什么要写 你说黑 为什么要黑或者不黑 他他到底是搞错了还怎么样 对吧 你倒去分析 那其实我想说的是什么 这些东西都可以理解 那我只是觉得在我现在这个阶段 那你你怎么黑可能效果不明显 但有一天 书话说的好花500日红 对吧 啊 你没有哪个会一直的 在巅峰状态 没有哪个会一直 主播会一直有人气 对吧 你总有 这个冷被人冷落的时候 那其实这些我都做好了准备 因为我本来就是这样一个人 我本来就是一个直播只有二三十个 四五十个人看的一个主播 所以我即使再回到原点 我也不会觉得我很失落 对吧 那真的有一天当我没人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 很多人会去黑我 那那个时候才会黑的动 现在可能会黑不动 因为现在很多人支持我对吧 都觉得哎呀我天天看你打 我天天看你播 我知道你有多辛苦 我也知道你天天在干什么 所以别人说我不听 那真的有一天我没人支持的时候 你会发现 或者总有一天你倒台的时候 那强倒众人推 很多人来嫌你大司马的时候 那你大司马要做好心理准备 对吧 感谢至三送上了飞机 我要做好心理准备 现在黑可能暂时黑不动 但有一天一定会黑的动 当所有人出来说你大司马 你这个人偷懒了挣了钱了膨胀了什么东西的 一大堆说出来的时候 我欣然接受 对吧 因为这就是这个现在比较浮躁的网络 比较虚拟的网络 要做的是什么 要做的是 天地良心 对得起自己 对得起家人 对得起以往支持过你的人就行了 我也不可能跟每个人喝个酒聊个天 说我经历了什么 啊 我怎么样怎么样想的 我没有怎么样怎么样 对吧 我或者啊 这个都不可能的 也不现实的 你该怎么做 那只要对得起天地良心 对得起家人 对得起自己 就行了 是吧啊 感谢旋转大钉钉送上了飞机 这些都是事实 这些都是很正常的 啊 为什么现在很多人黑他暂时还黑不动 就是因为还有不少这个观众在支持你 对吧啊 因为他每天看你直播嘛 他心里有数啊 对吧 你一说他就知道 嘿不是傻子 天天看啊 你说啊你你偷懒了啊 或者你怎么样他看了 哎你天天是在播 或者你有这些什么事情 或者你没有在混你也尽力在打 对吧 所以你再怎么说别人会信的 当当这种言语与这个舆论越来越多的时候 那肯定就会带偏很多的人了 对吧啊 啊 这不是什么人生道理 而是我的一个 一个 就是 在我这个年纪 我直播了这么久 我得到了一些我自己的感悟 不一定是对 有可能以后还会去改变我的观念 只是在这个阶段 我去发表我这个阶段的一个言论而已 对吧 就这么简单 你想 你每一天很多人都在这说 对吧 我从来不理会 那别人其实说 他也不是为了让你 是让观众看啊 什么叫混呢 混的定义是什么呢 可能问你你也不知道 你问我 我能定义的好吗 我也定义不好 对吧 你说我现在打个这个螳螂 我打个低段位就要混 那 我明天打个高段位就不混了 不是的 对吧 哎 怎么样 讲到有没有道理 有没有觉得我说的 有没有觉得我说的有些东西 哈哈 我不 我不会去暗示任何人 我这个人的性格是什么 我从来不会去去说别人的不好 也不会去暗示别人 你懂我意思吧 我的性格是这样 为什么 因为我受了儒家文化的这个思想 我受了易经的这种教育 我们做人呢 要本着这种儒家思想 或者 怎么样 对吧 古人的话还是有道理的 你懂我意思吧 啊